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多袋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ESR1柏林Major的比赛 液体对战XG败者组手轮比赛第二个场次 那么这是双方BO3的第二场 从场比赛当中呢 XG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先下一局 那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场比赛双方的阵容啊 那么第一场比赛XG这边呢 拿大哥位的小黑加上三号位的末日 以及一个中单上场比赛拿出来的火猫的出色发挥 是战胜了对手上一场比赛很有意思 XG自己搬了血魔 然后呢放给了对手穿战甲 并且成功的把对方的穿战甲给打爆了 也是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场比赛XG的阵容是拿出了大屁股 巫妖在前两手 三四手拿的是赏金加血魔 最后一手差一个中单 Liquid在中单的位置上搬掉的是龙骑士和TA两手 在第四手搬掉了蓝猫 前两手是杜姆和炼金术士 阵容方面拿出了光法大圣紫猫神域和一个死灵法师 神域加死灵法好多奶啊 再加一个光法的回蓝 这场比赛两边这个Liquid的阵容思路是恢复拉满 XG的最后一手给决者拿出了一个帕克 中单帕克大哥雪魔三号位大屁股卡师傅的四号位 赏金加五号位的乌妖 再妹的三号位死灵法 妮莎的中单紫猫 因三年五号位神域加Boxy的光法 这场比赛Liquid的阵容的控制 相较于上场比赛而言是要廉价的多 但是呢还是整体数量不多 大圣有一个控制时间非常短的棒子 然后紫猫有一个拉 死灵法的斩呢勉强的算是个空 空加输出 神域有一手缠绕 光法有一手推 XG一个阵容的控制的话就要足的多了 赏金有隐身一刀 然后呢帕克就一堆 然后乌妖有减速有控制 JT的大屁股有框 整个的从阵容的控制上来说是足够的 不过XG的阵容的输出有一点点问题 他的这个阵容输出并不是完全没有 并不是完全没有 这场比赛的这个问题在于 他的团战输出需要帕克和乌妖和大屁股 这三个人的技能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combo 然后把对方的血线压下来 压下来以后 血魔就可以进场了 Liquid的这个阵容整体的奶量是比较足的 然后看一下双方到底是XG压对方血量更快点 还是对手的这个奶量更足一点 乌妖这个英雄的输出 魔法输出只要团战的时候你让他的大招放的比较舒服的话呢 这个大招是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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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三号位放一个死灵法我估摸着这场比赛应该是会先去做笛子 因为这场比赛如果不先做笛子的话 这个死灵法可能扛不住 对方的魔法输出还挺高的 这场比赛控制 XG的控制是很足的 XG几乎人手都有空 每个人都有空几乎 刚才这里沉默给上一个进化 卡师傅这个地方 哎呦对于这一波血魔这个血迹给的不错 但是卡师傅挨了一大堆的手榴弹 大胜着一棒子 晕住两个死灵法上来 再给一波输出 地外的无妖也被带走 差点一上来是送了一二鞋 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阵容 我相较于上一场比赛而言吧 这场比赛我其实稍微看好一点点液体 因为液体这个阵容你能肉眼可见的 它的输出和控制 以及对于点目标突破的爆发能力 是非常出色的 带节奏和中后期的作战能力都是很强的 而XG这个阵容有点走钢丝 讲道理的说有点走钢丝 因为它这个阵容的团战能力 要寄希望于对方的BKB出的不够多 或者是走位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能够让这个无妖弹一个完美大 要寄希望于这样 大圣就要跟卡师傅两个人在一波队A 但是其实如果你一击加的不是被动的话 你是A不过这个赏金的 你是A不过这个赏金的 赏金的体格真的出气太牛了 压血线有问题 就是这场比赛XG这种压血线是个隐患 对方出一个笛子以后 你会发现乌妖和帕克的第一波技能上去 对方不怎么掉血 不怎么掉血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两个团战独流 一个血魔一个上街 两个儿俩都上不去 只能靠一个大屁股在前面顶着 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是这场比赛大屁股足够硬 因为对方的输出不是特别高 对方的这个阵容的问题和XG的问题 有点类似 就是同样都是输出不太高 对方的优点在于输出的成长性比XG好 然后奶量比较足 对方是一个重奶量的这么一套阵容体系 当然了因为有赏金这个英雄的存在 所以你要看他中期打的怎么样 如果他中期打的非常好的话 那赏金这个英雄可以带着自己的队友来哟 这里给上一个血迹 nice 在妹这边五公伙伴吃一下 还绕死 这里人头让 nice 看是不是这边人头让给了 让给了Boss 把在妹这个死灵法完成了一波击杀 打完以后 现在中路的补刀 妮莎的紫猫是9-2 帕克 决于者的帕克目前是8-0 液体这样比赛 他还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版本得到了巨幅加强的英雄 就是神域 神域这个英雄面对对手的高魔法输出 现在也是有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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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一个意志能力 可以说 现在XG在上路 血魔的补刀是只有6-0 被对手的死灵法 欺负的还是有点难受的 下路暂时大屁股是一个人在下路呆着 面对对方的神域加大胜两个人 上路暂时是一个三打二 看到这里给上一刀 巫妖给一个东 不过血魔的这个血迹 这波上了以后伤害应该是不太够 这个冰甲加上以后追着A 血魔上了以后呢 再没直接奶一口 再消耗一下卡师傅的血量 两个人回来以后 把对方的真言给他排掉 偏了一波真言 卡师傅这个地方还在等着找机会去给对手一个破影机 然后配合血魔 这块看一下 又给了一个智盲之光推了一手 这块一刀 然后无妖再给上一套技能 Nice 开了这场比赛 上路这个钢三可以说打的相当的成功 非常非常成功 这个钢三 现在人都是2比2 上路开服了两波 保了一个血魔 把这个血魔保肥了 把血魔保肥了很重要 因为赏金这个英雄 如果你拿着他在前期兑现 除非你能频繁的 对方这个人打不过 你能频繁的上去A他 才有作用 但是呢 因为对方下路是个大胜 是个大胜 你这赏金下的下 你没事去A对面很有可能会死 这里血魔一个血戒 给上无妖 能忘减速 银三点这里又中一个技能 光法跑下来 看一下银三点 临死之前给上一套技能 最后是被卡师傅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卡师傅感觉有点危险 这方没有带粉 没有带粉 不错 这方没有带粉的话 那Liquid就杀不掉这个赏金了 人头说来到了3比3平 不过中路的补刀 现在是被爆的有点严重了呀 这个帕克 不过这个版本 帕克打 又这个智王之光准啊 不过这个版本 确实帕克打紫猫 是属于完全打不了 因为帕克本来就是 非常害怕那种高攻近战英雄 他的补刀真的拼不过对手 然后这个版本 紫猫化身版本 攻击力成长 最高的英雄 没有之一 就是最高的英雄 所以这个帕克在中路 跟紫猫去对线拼正反捕 真的是完全拼不过 这个属于是没办法的 英雄的特质导致的 米开这边上树 那么往回走一下 看一下卡师傅 接着往上跟 米开手里现在是有被动的 这里再上树走人 不是的大叔 最高的是古法 古法5.2 我天天玩 紫猫现在是4.几来着 紫猫现在是4.7总比 通常 对 我把古法给忘记了 许悦者的基本功 不是世界顶级的吗 世界顶级 的剑术大师 也打不过一个 拿冲锋枪的人 好吧 这个东西 它是硬件条件 差距太大了 但要再没有 往回走 提前开启了 自己的一个二技能 那么卡师傅这会追上来 没有找到机会 紫猫现在的反补数是13个 然后攻击力是92加2 帕克的攻击力只有67加2 差了30点攻击力的情况下 你就是换我上 这个补刀 我都吃不了亏 我肯定是做不到 像妮莎这样 这么大幅度的优势 但是我肯定不会吃亏 紫猫这边 第一波技能 已经全都用过了 绝者 这边没有死 没死就可以 这波没死就可以 对方双降游支援过来 让对手控个神符 那么影响不大 刚刚这里下落 偷一波钱 大圣打出来被动以后 一棒子抽上去 再重新打一下 这里之盲之光 推回来 能不能推回来 这边推远了 那没办法了 猜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不过为什么不舍得 买个粉呢 现在的粉这么好使 买个粉 杀赏金多开心 兜了一圈 进化过来 因算要在追着 A这里给一个 敌罪之言 最后米开拿到人头 开局现在7分钟 人头5比3 死猫在中路 这里过来刮一下 打掉一层魂类 现在双方人头数 差两个 还可以 算是还可以 中路被爆的有点惨 这个英雄差距 确实有点太大了 攻击力真的差得太远 70加2 72的攻击力 死猫现在是97 97 97 哈克乌妖一起放大就好看了呀 有没有 哈克跟乌妖一起放大确实很厉害 不过这场比赛对方其实是有解决方案的 8分钟的神副还是刷在了上路 刚刚这里神域过来帮着给上一发净化的 这个雪魔被残忍拉了一手 人真多呀 杀个光发知道不知道的呀 我的天 五个人抱团过来 好家伙真拿我当干道夫了 给上一个净化 看看三层四层 哎呦这个净化净化到两个人 JT在被一个敌队之眼直接敲掉呢 这帮没办法了 真拿着当干道夫了 好家伙 他说现在子猫是连击刀爆击好用 还是大根流比较好 目前两个流派从比赛比里边的表现来说差不多 各有各的优势 所以现在还不好评价 需要更多的比赛场次 包括路人局来去验证 但是现在他的这个两个方式都可以用 就说明这英雄现在觉得挺厉害的 但这里卡师傅落地呢 死灵法也过来了 这里一个瓜上撒一把粉 然后再一套技能一个斩 再粉杀赏金现在绝对是赚的 因为现在赏金非常害怕这个粉 这个粉撒完了以后 一段时间在这个里面你去不掉 然后你必须要走出去才能去想办法驱散 而赏金自己又没有驱散的手段 现在 团队的经济差2000多 差五个人头还可以接受 那雪魔的发育还是不错的 刚刚比赛雪魔还是可以的 中路的帕克虽然在补刀方面被打爆了 但是呢 现在他的经济还是和对手的死灵法差不多 大屁股是真的有点惨 大屁股的这个经济 确实有点难过啊 这个位置 这里抢服 哎呦 一三点这里还是把恢复成功给抢到了 那这样的话有点难受了 绝折 这个残阴又没拉中 给人家供卖抽 帕克直接飘走 大屁股在下路遇到 这场比赛大屁股的经济差是应该的 咱们说句心里话应当应份的 为什么呢 这场比赛本来他打大胜就不好打 然后赏金猎人压根就没来过下路 他一直在上路刚三 等于下路大屁股一直在1v2 所以他 他没办法 不是他打的水平问题 1v2搁谁上都不行 何况你是个近战英雄 两个人 一个人打对面 两个对面还有个大胜 换什么英雄过来打不过的 这边居然用长盾去保了一下投资车 来确保这个投资车这波兵线 直接把对方的中央一塔给拆了 大胜在树上观察着对方的血魔 大屁股在脸端开火与打野 这里大胜改改位置 这类队友在开火往上走 哎呦这个夜眼的扫描扫得够准的呀 对方也扫了一下 扫到了差距 所有的人都在往这个野区里面撤 看看大胜的这个棒子 能不能来得及 好像还是太远了 这里过来插了一颗眼 但是没有能够抓到血魔 血魔这里直接是溜达回家了 直接奔着家里溜达了 哎第一时间没走 破雾直接刮上来 刮到了 这里残烟 拉住再二连刮 一个进化 一个敌人之眼 光法给上一个波 完成了这波击杀 对我最初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对手的一波 游走 现在这个版本帕克在中路 对紫猫确实没法打 攻击力真的差距太大了 有点 关键是帕克的耗血 其实很多时候 他的耗血来自于平A 而紫猫他不害怕你的平A耗血 他们是登场上的抗尾 瞎口 将12分钟 被利快的领先了4000家 的一个团队情节 人都是说现在暂时是10比4 团队经济差虽然有点大 但是帕克的经济追的还挺快 搭屁股的经济有点尴尬 帕克经济现在只能跟对手的光法去比较一下 大胜车里也已经有了连击刀 又是一把粉撒出来留住卡师傅 净化给上去三层四层一棒子直接敲掉 离开了大胜又拿到了一个人头 大杀特杀了现在 赏金是真的怕现在这个版本的粉 这个版本的粉是确实厉害 有摸这罐橡胃鞋加上一个雷锤 中立装备选择戴的是扫帚饼 最快的这场比赛因为奶妈比较多 奶妈比较多前期对线打得又比较好 所以现在XD给到XD的机会确实不多 这个地方XD过来以后看一下 这里插了一个眼但是雪魔是看不到 正好看不到雪魔的位置 第二时间看到了 第二时间看到了光法的直芒之光 有没有一下好像没有 给人一个减速一个波一个直芒之光吗 没来得及 这样没抓到 不过虽然没抓到 告诉他的雪魔这段时间也没地刷钱 他等于是目送对手把自己送回家里的 然后此灵法直接一张TP去上路首线刷钱 雪魔还是出不来 雪魔这边叫人了 摇人了 自己杀不了钱 不要给我放哨 不要给我放哨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个Liquid居然还敢选大胜 还是有点勇气的 好吧 在Nisha队友的Nisha面前 选大胜 这个是需要有很大很大很大勇气的 反正我要是Liquid的选手 我肯定不用大胜 我肯定不会在Nisha在队伍里的时候用大胜的 看看这里紫猫过来 抓住了地外 这样一个波上来 这个波的场合没有打到 Nisha中了对方雪魔一个大招 但是帕克打不过他呀 这里斩死了直接 帕克居然还上来摸了两下Nisha 看不起上树猴 不是 不是看不起上树猴 兄弟 你这一看就是没看昨天的比赛呀 你是不知道 Nisha是如何制裁队友的 队友的大胜呢 我给你讲 你好心好意选一个大胜 在Nisha兑现烈士的时候 过来帮他游走 对吧 你刚跳上树帮忙给一个技能 他一斧子就把你带的那个树给你砍断 你看了呀 看了你居然居然还 还这么说 就离谱 禁止Nisha买补刀斧 你让他不买补刀斧 他拿英雄选个能开住的英雄 他这样制裁你 这边一个进化 大胜上来以后一棒子敲掉 两个人一轮合击 哦呦好结实啊 GT这个 最后银三点没办法了 再不给一个技能杀了的话 这GT还得来让他跑半天 讲让个人头都让不了 这里再妹背对手三个人 又是老三叶 看看这回这个老三叶能杀得掉吗 再妹这里二技能开起来 吃一道技能 但是没死 无妖甩大 再妹表示没事 对手给我加个魔免 根本就死不了 这一波撒一个粉出来 大胜一棒子背对方把树砍了 但是再妹这怎么办呀 出不去呀这个位置 再给一个敌对之前 大胜砸架来 人头因三叶拿到 完成了一波零换二 上路刚一开始的 这个老三叶套路 是能够击杀掉死灵法 是因为死灵法 前期的技能点数不够 他加不了二技能 所以一直在被对手的 三人集火送走 但是他有二技能以后 你没有办法 跟后续的一个平A 这个包打了 又是飞鞋 混之灵梧飞鞋 然后开始做敌了 这样比赛对于死灵法来说 就敌子就行 救出敌子就行 哎呦 尼沙的一个残疑没拉住 他记这个阵容 他输出太弱了 输出真的太弱了 这边给一套 给一套以后 第外的这个人头 再给一个敌对之间吧 别让了 对 这个时候别让了 能杀就杀 现在这个版本啊 如果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并且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不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下的话 人头能不让就别让 因为你让了 其实没用 这个版本的助攻 给的钱很快 你只要能快速的把对方击杀掉就可以了 这边死灵法 开着二技能 接着往前追 得给上一个斩 哎这个斩 赛米这块瘫了一下 斩没斩出来 可爱心 大圣地砸下来 看一看 绝者 大屁股改了一个门 死灵法直接斩死 大屁股这个门也没用了 然后这哥几个直接过去抓大屁股了 这大屁股好惨 自己开了个门 对方都追过来 自己不敢走了 紫猫在这里拉住 那么队友支援过来以后 好像距离还是有点远 逆着想卡位 没有卡住 再给一个呱扎 减速直门之光 可以退回来了 这个位置 退回来以后 死灵法跟上 给输出一轮合击 一个波直接带走 这一踢大屁股 这样的话 紫猫拿到了连击刀 加上暗灭 现在紫猫一万经济 大胜九千五 还有一个将近九千的死灵法 XG这边的三大哥经济是七千二的血魔 七千的帕克和比对方光法还穷6千不到6千一的一个大屁股 四十年岁 四十年岁你们可以赢了 现在差距如果想翻盘的话 我们来构思一下 构思一下 如果差距想翻盘的话 两比赛应该怎么打 三它产人的自己 六十年岁 五十九 varies 想不出来 有关是说帕克大五个巫妖大五个 这个事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我算了一下这个伤害和对方的奶量 以及这个笛子出来以后的影响 我算了一下这个伤害不够 这个伤害它不够 哎大圣这个位置好像被对手看到了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死灵法他的笛子已经出来了 他笛子出来了以后呢 再加上神域的魔免能有一个人不会掉血 有光法的一个大招推波回血 有一个死灵法的治疗回血 有一个神域的魔免 他还可以给另外一个队友再加上一个大招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帕克大五个巫妖大五个的情况下 巫妖的大招他不是个AOE 他要一个一个的去弹 然后对方的光靠神域 他一个人可以救两个 神域自己一个人可以保两个人 然后呢 光法跟死灵法可以确保全队的血量不会被压得太低 然后后续伤害 插进这边就没了 他没有后续伤害了 就是对方被你大五个 对方可以集体选择拉断 一起拉断 拉断出几后 然后让光法的一个波再加上死灵法两口吧 两口奶上来 这个血量基本上是满的 你算一下总的伤害 你会发现对方的血基本上是满的 这样力快的直接过来去把魔方都打了 现在的魔方我们来看一下两个魔精 一个给到了赛妹 一个给到了阴三年 这样的话死灵法又多了一口奶 又多了一口奶 因为神域这边呢 是魔精有一个天命之雨 有了天命之雨以后 那这个就更打不死了 这两个魔精等于又多了两口奶 这样的话上过二卡直接平推掉 人都数来到了20比4 14k的经济差 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 就是他的伤害覆盖覆盖不掉对手的奶量了已经 伤害覆盖不掉对手的奶量的话 对方在推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毫无压力 甚至在出装方面都可以无脑的去出一些相对比较肉的装备 死猫这边选择是要去出一个BKB 已经出完了 把自己的连击刀拆成了一个BKB 死灵法飞斜灵梦加上一个笛子 手里边带了一个灵也成功 看这里一个斩 卡师傅直接被斩死 那么中路的二卡立刻的直接平推 23分钟15k的经济差 人都说21比4 输出低的阵容 其实尽量就不要选这个雪魔作为大哥位 因为雪魔自己作为大哥位 如果队友的输出比较低的话 他很难受 毕竟他的英雄特质就是这样 看一看这波大招开出来 然后呢往下砸 找到DV的这个巫妖 独妖这里选择一张TP 哦漂亮啊 米开了一个大招 等于没留住人 完全没留住人 直播间那个 一直在说什么 再有五分钟第三场就开了 我注意一下 咱们直播间跟官方直播间有延迟 不要剧透 不要剧透 砸下来直接秒掉 卡师傅这把粉都省了 但虽然还是洒了吧 虽然还是洒了吧 这边大胜给上一棒子 这个子猫又是刮沙过来以后留住 一个带着暗面 而且连击刀他又重新合出来了 重新合出来了一下 看看这里进步吧给上 卡哥直接扔把球开F出来以后 有好大范围的一个雨啊 子猫在这个地方打一打对面的远古波 你还别说有了连击刀加上暗面以后 这个子猫这个等级打远古的速度还真不慢 还记得这波开悟出来 我感觉啊 我感觉这个是最后一波了 他们的这个开悟出来 就只要对方的人不是两个人被他们抓住 有三个人他们就打不死了 这边赏击直接一套技能打上去 光法拉断 拉断了以后 血量下不来啊 雪魔大招给上去 看看神域的技能准备怎么给 大招直接给 然后BOX选择要TP走人吗 没有 神域这接着买他 又加一个魔精的下雨 这一个魔精的下雨 结算回来以后 BOX选的血量还剩下一半 队友再给上一个魔免 再加一口奶 一套技能合机带走了绝者 应该可以G了 应该可以G了 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那个问题了 所有的爆发打出来以后 秒不掉人了就已经 而且刚才这一波是 五个人抓到了对手 三个人 五个人抓到了三个人 然后呢 爆发打到一个人身上 仍然不掉谁 哎呀 好救人啊 现在 光法在后面不停的去推自己的大光波 这里一棒的敲到 然后残渊拉回来 还给我们上一个红绝 大屁股直接被BOSS 这边打完了以后 雪魔扔了一个血迹 也炸到对手一个死灵法 大胜跑得比较快 紫猫自己直接异化了 然后就算一个再美爱人这期的 好吧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是Liquid扳回一城 两支战队战成一比一平 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3的第三场比赛 看来第三场比赛 查记能不能够 在BP方面调整一下 然后把自己的阵容拿得更加的合理一些 让自己能够获得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猫猫大 码 得宁 不是